我的未來 決定了就會跟大家報告 那什麼時候要決定呢? 決定了就會跟大家報告 準備好了就會跟大家報告 你的未來現在有很多對手也出現 謝謝 我想民主程序 大家 越多人我覺得越好 我想這些黨內的 優秀的對黨有 意願願意承擔的人 都是好現象 那你也願意承擔嗎? 我決定了就會跟大家報告 大家不要急 地方黨部主委直選 是在十九全 全國黨代表大會決定的 而且現在我們 地方上 目前黨工 都有支薪的問題 薪水的問題黨工也大量裁測 我覺得因應未來 的發展 黨部主委直選是非常重要的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 黨部主委直選 在十九全決定以後 我們最後一個選舉的點 應該是黨主席跟 黨代表的選舉 所以如果在那個時候 做選舉可能是對整個 地方黨部主委 最好的一個安排 我覺得這個不是主席 募款或者表現 不理想的問題 重點就是 國民黨現在 我們的一些方向路線 能不能得到大多數 黨員的支持跟認同 我覺得要有目標 大家能夠凝聚相信力 大家支持認同 然後我想募款才會順利 這不是主席個人的問題 所以你覺得 國民黨現在方向路線 是對的嗎 我覺得我們國民黨的方向路線 是需要大家 凝聚共識 一起來討論檢討 所以我贊成 就是針對國民黨 內部的方向路線 能夠大家能夠 開門開成不公的來辯論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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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